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美丽的妈妈 这个是我胖胖的爸爸 小只佩奇的故事开始咯 诶 佩奇 乔治 想吃饱饭吗 想啊想啊 我也想爸爸 那你们两个今天自己动手做棒棒糖吧 谁做的最好看 爸爸就去给他买棒棒糖 好啊 对啊 谁做的最好看呢 爸爸和妈妈就会给他买棒棒糖 那做棒棒糖要是什么做呢 就是 当当当当 彩泥套装 你们用彩泥做棒棒糖 做完之后 谁做的最像 爸爸就会给他买最像他棒棒糖的棒棒糖 哇 那个真是太开心了 姐姐 我们开始吧 好 那我们开始吧 好 那现在呀 我们把它打开 哇 粘得好紧 盒子打开了 我们看看 哦 这里边 有一个小板 把它打开 这个呢 是可以铺到桌子上面的 小朋友在玩彩泥的时候 把它铺到桌面上 就不会弄脏我们的小桌子 黄色的彩泥 红色 白色 我们来看看 这是用赶紧彩泥用的 这还有什么呢 蓝色的 美工刀 小盘子 棒棒糖的小棍儿 这个呢 是棒棒糖的母鸡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呢 佩奇 佩奇 你来做哪个呢 嗯 这有一个生的老人的 和一个雪人的 姐姐姐姐 我要做雪人的 那乔治要做雪人的 我们就来帮他做雪人的吧 我们先打开白色的菜泥 把它揉得柔软一些 放到上面 来压一压 搓一搓 捏一捏 嗯 小雪人 我觉得他的微博这里 我们可以给他放一点红色 打开 取出一点红色的 把它填到这里 听到这里来的话 一会儿就是红色的了 现在呢 把这一块大大的白色的彩泥 放到这里 我们在这儿呢 插上一根小棒 用这儿 压一压 擀一擀 我把它擀平 哇 多出来了 这么多的彩泥 擀一擀 看 我已经把它擀好了 现在呢 上面有个小框框 我们用我们的美工刀 把它来取下来 要沿着小框框来哦 看 已经取下来了 我们现在来试一试 把棒棒糖拿出来 哦 拿出来了 拿出来了 怎么样 我的雪人 这里还是多一块 把它取下来 旁边这里呢 也来帮它修一下 嗯 雪人呦 红色的微博 乔治 做得太好了 把它放到这里 佩奇 你要做什么呢 啊 好 那我来帮助你 佩奇啊 要做的可不一样了呢 小朋友们 你们就期待吧 佩奇要用这个 说要在这里面 另一个半圆 那它到底要干什么呢 这是秘密 那我们来帮它 多做几个圆吧先 看 我已经帮佩奇 做好了 三个小豆的 那佩奇说了 还要做四个黄色的 那我来帮它 再做四个黄色的 把它先填满 然后用它 擀一擀 好了 看 我已经帮它 把这个小豆都做好了 现在呢 来连一连 一个黄色的 然后一个蓝色的 一个黄色的 一个蓝色的 就中间呢 放一个黄色 这里放一个蓝色的 我们把它往一起 捏一捏 然后 把爆米糖的小棒 给它插上 瞧 参与爆米糖的小棒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嗯 乔治的小雪人 佩奇的小花朵 嗯 猪爸爸猪妈妈 你们觉得 谁做的 更像呢 嗯 我觉得 乔治和佩奇的 都很棒 嗯 我也觉得都很棒 那 嗯 你们这样吧 觉得都很棒 就给它们两个 都买棒棒糖吧 好 那 我们给它们 都买棒棒糖 嗯 谢谢你 帮我们做的 采泥棒棒糖 我们两个才能得到 真正的棒棒糖 不客气 不客气 但是 棒棒糖一定要少吃哦 小心你的牙 好了 小朋友们 他们呢 得到了棒棒糖 那 采泥 做的棒棒糖 你知道怎么样做了吗 小朋友也要少吃 棒棒糖哦 会长猪牙的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